臺灣的報御醫師在跟我參考 是不是要利用這個機會 幫我們的醫療政策講一講 不過我再說下去 時間會花開多 我是簡單的 幫我們的醫療政策 簡單的跟各位報告 第一個就是健保財務的問題 我們還是要走向二代健保的家務所得志 讓我們的餅可以做到 和健保的財務可以有擴充的空間 另外就是財務的問題之外 健保總額計算的合理化 我們要持續有制度性的檢討 讓健保的點數和制度 能夠更貼近我們的實際醫療情況 第三個就是 我們的健保因為是一個獨買的市場 所以它也關切到 我們醫療品質的政策 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們會善用健保的機制 來強化我們的醫療品質 政府機關裡面 掌管健保的是我們的健保局 醫療體系的行政業務在醫師處 我們希望這兩個機構 將來可以有更緊密的政策上的協調 讓我們的健保不是只有健保支出 在健保支出的同時 可以讓我們醫療品質改善的政策 可以融進在我們給付的制度裡面 這是我們的健保財務 跟我們整個品質跟點數的制度 我們要進行一個總檢討 跟一個總整理 另外就是很多醫療人員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醫療過失所產生的刑事責任 如果我們放任司法單位 用自己的材料來做判決的話 對很多醫師其實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做到一個制度 就是我們在每一個醫療程序上 我們能夠有一個標準化 規格化的醫療程序 如果醫師人員符合了這種規格 跟這種標準化的作業程序的話 那我們法律上就必須要說 他是沒有過失的 而要免出他在法律上的過失責任 謝謝 但是因為這樣而產生受到損害的患者 我們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補償措施 讓他們能夠有一個完整的補償 而且不會受到後續的這種需要 要繼續的治療或者是受到傷害以後的這種生活上的必須的這些費用 我們能夠有適當的補償 所以我們要建立醫療補償 第三就是當然醫療人員的體系專業行為上 還有醫事人員的工作條件 阿娃感受很深 因為我們的醫生護士 我們的藥理師 我們的很多的復健師等等的專業醫療人員 其實都很辛苦 而且因為很專業 所以他的替代的人力其實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在我們的健保給付的制度底下 我們能夠調整對於這個診療支付的標準 讓我們能夠透過這個調整 讓我們的醫事人員 尤其是基層的醫事人員的待遇可以有調整的空間 那對於這個醫療機構的設置標準 我們也希望能夠提高醫事人員的配置 讓我們的健保財務在可行的情況底下 我們可以提高這些診療的支付標準 讓我們的基層的待遇有調整的空間 謝謝 我們也會有定期的勞動檢查 改善公共醫療衛生的工作環境 來確保醫事人員的勞動權益 另外就是要投資國民健康 因為如果我們有足夠的預防 跟我們有足夠的健康政策 其實健保醫療的需求會相對的降低 所以我們要強化社區基層的照顧功能 包括預防性的醫療 防疫 還有緊急的醫師弱勢族群的健康照顧 還有社區的復健長期照顧 這些事情 我們都會在經費上 給予很充分的支持 因為這是臺灣在走向老化的社會 一個進步的社會裡面 對國民健康最重要的一個照顧 所以這個應該是在國管 國家的預算特配上 應該有它的優先的次序 所以這大就是 那就是我們醫界所關切的事項 我知道我們醫界還關切一件事情 這是為什麼林思佳坐在這裡 這是WHO 的事情 這件事情 我們長期以來是希望 能夠參與WHO 或者是WHA 對於一個很進步的國家來講 因為政治理由 而不能加入WHO 或WHA 這是世界上少有 我覺得我們有權利加入 但是我們有政治困難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把政府現在處理的 以臺灣為中國的一省的方式 來處理我們加入WHO 參與WHO的活動為條件 我們將來持續努力 讓我們在維持我們的主權 跟我們的尊嚴的前提之下 我們在WHO跟WHO 有適當的參與機會 這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會放棄 我們也不會隨便妥協 我們會對議員統統來勇力 謝謝 民進黨已經從2008年 鼓勵已經走出來 今天的民進黨 是一個可以成熟的處理國政議題 而且可以處理社會公平正義議題的政黨 這三年來 我們的體質改變了很多 但是我們有一個不變的 就是我們對臺灣主權的立場 和對臺灣尊永的範圍 這個是我們永遠的做法 我要再講一次 2012年的選舉 不是我個人的選舉 也不是我跟蘇嘉全兩個人的選舉 也不是只有民進黨的選舉 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 是要讓我們下一個世代 能夠有一個好的臺灣 這也不是一個政黨的對決 而是一個對臺灣未來的重要選擇 那麼我們必須一起努力 不是只是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 我們要為臺灣的下一代 世世代代的臺灣人 我們一起來努力 讓我們在2012年 讓我們能夠順利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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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我們就請我們的代主旗 總統候選人 跟蘇利書長 跟我們在台上的總會長 各區的總會的會長 大家手牽手 大家高級我們的雙手 我們要為臺灣的未來努力 我說 蔡英文 鬥散 蔡英文 鬥散 蘇嘉誠 鬥散 蔡英文 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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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苏立署长所带领的新的执政团队 未来2012年在1月14号投票结束之后 我们台湾新的未来 我们未来台湾全国2300万人民的幸福 就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希望中台湾的医疗界 大家一定要出来撤退我们全台湾的未来